华北人均GDP最高的10个城市 第十名西林郭勒盟 西林郭勒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 以西林浩特为中心 二连浩特为副中心 是连接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重要城市 还与外蒙古接壤 常住人口约110万 西蒙拥有非常丰富的草原资源 所以在牛羊肉、农处产品加工 特色种植业和铜马绒乳等产业都非常发达 他们也在新材料、新能源、现代装备 大数据服务等领域寻求新的突破 2022年西林郭勒盟的人均GDP为10.26万元人民币 第九名太原市 太原市山西省的省会 位于山西省中部 别称龙城 城住人口约540万 山西盛产煤矿 所以太原也被人戏称为煤城 但太原市绝不仅仅只是煤炭行业的龙头老大 他们在化工、建筑、机械加工和铁路等方面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 太原市还严格执行健康 绿色、创新、共享的新型城市发展理念 光2021年 全市大气污染就减少9% 2022年 太原的人均GDP为10.34万元人民币 第八名 晋城市 晋城位于山西省东南部 是一座千年古城 晋城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因此有三进门户 太行首冲的圣域 常住人口约220万 和太原很像 晋城也拥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 尤其是煤炭 可以说是经济支柱 此外 晋城还在钢铁铸造 电力和光机电等产业 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2022年 晋城的人均GDP为10.53万元人民币 第七名 唐山市 唐山位于河北省东部 靠近渤海湾 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咽喉要道 常住人口约770万 唐山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丰富的矿产和充沛的水资源 唐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钢城 钢铁产量一度为全国的15%左右 唐山的陶瓷叶也非常发达 是著名的北方祠都 唐山在现代化工 新能源核心材料 现代商贸物流和高端装备等领域都发展得很好 2022年 唐山的人均GDP为11.56万元人民币 第六名 天津市 天津市 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 国家中心城市 常住人口约1360万 天津非常发达的主要原因是产业多元 总结起来大致有八大核心产业 即石油化工 野金 汽车及零配件制造 制药 航空航天 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业和纺织等轻工业 其中以石化产业最重要 约占总产值的30%左右 2022年 天津的人均GDP为11.88万元人民币 第五名 包头市 包头地处内蒙古西部 兵林黄河 是连接华北和西北的枢纽城市 常住人口约270万 包头是中国的稀土之都 拥有约全国一半以上的稀土资源 包头也是草原钢城 如最著名的包头钢铁集团 是自治区工业的长子 此外 包头还在兵器制造 汽车及零部件 铁路 电力和新能源设备等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2022年 包头的人均GDP为13.79万元人民币 第四名 乌海市 乌海市内蒙古的地级市 别称师城 乌海地处黄河上游 素有黄河明珠的美誉 常住人口约56万 乌海又是著名的土豪之城 得益于丰富的矿产资源 由以煤炭资源丰富 是著名的乌金之海 乌海农业也很发达 尤其葡萄更是一绝 有葡萄之乡的称号 此外 乌海也大力发展旅游业 并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2022年 乌海的人均GDP为14.34万元人民币 第三名 阿拉扇盟 阿拉扇盟位于内蒙古的最西部 与外蒙古接壤 常住人口约27万 阿拉扇盟地广人稀 资源丰富 在煤矿开采 炼胶 制厅等领域技术先进 他们的原研开采 制研 金属钠 PVC等化工产业都很发达 阿拉扇的旅游资源也很旺盛 如著名的赫兰山风景区 沙漠地质公园等 在吸引全球游客的同时 也对经济帮助巨大 2022年 阿拉扇盟的人均GDP为15.09万元人民币 第二名 北京市 作为中国的首都 北京既是直辖市 也是国家中心城市 超大城市 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古都 常住人口约2200万 北京的制造业非常发达 在半导体 大飞机制造 新能源 汽车等领域都发展不错 北京还在服务业 金融业 信息技术 文创产业等领域齐头并进 几乎没有任何短板 在提供大量就业的同时 也大幅度发展了自身的经济 2022年 北京的人均GDP为19.01万元人民币 第一名 勒尔多斯市 勒尔多斯位于内蒙古西南部 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 就已在此设立郡县 常住人口约220万 勒尔多斯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煤炭储量占全国六分之一 天然气储量占三分之一 勒尔多斯的羊龙资源也非常丰富 约占世界四分之一 近些年 勒尔多斯还在化工 纺织 高新材料 生物制药 建材 商贸 物流和汽车制造等领域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 2022年 勒尔多斯的人均GDP为25.89万元人民币 高居全中国大陆之首 好了 这就是为大家盘点的华北两省两市一区人均GDP最高的十个城市 如果你还有补充的 不妨评论区留言哟